坐轮椅怎么搭游览车 别怕这台就可以 升降台半小时来不曾停下 因为校岸仁岸之家 有多达62位长辈要坐轮椅出游 这个专门为残障者用的这个游览车 它可以帮我们用升降的方式 把轮椅推到上面 一个车大概可以坐20几位 轮椅集体出游实在不容易 规划好久只为了这天 到达万金圣母殿 又得花半个小时下车 每位长辈都至少有一名志工陪伴 才能安全行动 因此志工出动多达150位 我们也感到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跟他们同乐 他们快乐我们就快乐 志工的付出 全会让长辈能领受祝福 通过慈悲特殊洗年圣门 长辈平静又欢喜 这次出游他们就期待了多年 差不多两年了 因为自己走路不方便 92岁的长辈平时行动不便 但这次坐轮椅也能跟着大家欢喜 搭游览车 一圆出游小心愿 大海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 屏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